国际莲花石子会致力于社会服务工作 并且在今年首度任养莲花池 3月17号上午由会长江宝华带领多位师姐 并由吉安乡长游淑珍 一同采进甘城初音艺生态公园的莲花池 亲手种植莲花 希望营造美好缤纷的花园景观 不只让社区民众有舒适的休闲空间 也盼望能够吸引游客到访 让吉安哽人 莲花石子会的师姐们穿上了连身的防水衣 戴了手套 拿着铲子 小心翼翼的走进莲花池 和吉安相长游淑珍共同展开了重莲花初体验 因为我们是莲花石子会 所以她说这蛮符合我们来做一个 跟乡公所做一个 就是有一个地方跟社团一个 的一个算是合作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莲花池的部分是由我们 莲花石子会来负责就是认养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师姐发动我们的 就是我们会内的经费跟师姐们的那个就是认养 所以我们来做这个莲花池的活动 那刚好这个月也是 我们师姐会的一个环境保护里面的植树月 那我们就想说配合这个活动刚好来种莲花 乡长游淑珍感谢社团热心与公所来协力 一起打造缤纷美丽的吉安家园 莲花石子会种莲花刃养莲花池 谢谢我们一起社区乡镇共构建设 适性的朱英义公园的完美跟这样的幸福有感 我们也希望未来莲花开的时候能够邀约更多的好朋友 甚至于来自于全国的师子会一起来共赏莲花 这也是我们社会社团跟我们公部门一起共构的服务 也是我们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协力 我们再一次谢谢莲花师子会美丽的师姐们 希望未来的莲花豆豆盖能够跟灿烂的美丽跟幸福 一起跟乡亲来分享 继三年前种植的樱花树上个星期种杜鹃花 今天又养莲花 吉安甘泉樱花公园和初樱翼生态公园 环境是越来越优美 花草植栽越来越缤纷 乡长游书珍和社团与社区 共同吸手打造美好舒适的休闲环境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来感受吉安乡的幸福与灿烂 介络会吉安乡报导